郭台铭宣布不参选之后 国民党内对他的态度随即大转弯 并且纷纷向他表达善意 只是高兴而已 不是说高兴 高兴就是说有个转机 郭台铭不选了 似乎让国民党松了口气 向来与郭台铭家关系不错的连胜文 也再度呼吁他继续留在党内 我还是很希望郭总长 是不是能够思考 就是留在党里面 必定国民党里面支持他的人很多 甚至说包括跟韩市长团队一起合作 目前国民党内已决定 不对郭台铭做出党继处分 党主席吴敦义还表示 将继续尽一切可能 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 曾经攻击郭台铭的 大甲镇兰宫董事长 严清彪发表声明 对郭台铭表示感佩 态度转变的 还有国民党民代陈一民 之前话说的难听 现在也改口 我很佩服郭总在寄留永退的大智慧 但已怒退国民党的郭台铭 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拒绝回应是否重会国民党 并挽拒与韩国瑜会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